大家好,我是酷奇 还以为啊,消息全部都会压在9周年的深放送 看起来没有 今天公布的是在周年当天开的新降临 转身Luxia拿的关卡 这次分别有绝坏灭集和坏灭集 打完的话这次送的蛮多的 有红币3,加值3000和一些有的没的素材 时间最晚是在2月26号 所以关卡开后记得要去攻略 来看一下转身后的性能怎么样好了 其实啊,比较进化前和进化后 就觉得图密也变太大了 整个质感大提升 先看技能好了 这个应该是免费版的Maggie吧 一回合操作时间两倍 不落珠,解锁,需要CD3 相对于另外一边啊 这边又多了不落的一回合 其实是没有什么不好啦 但这样的组合我觉得CD2还差不多耶 可能就是降临角色的命运吧 不过想想也不错 多了一个新角色,可以互换使用 对象技是不落珠 神汉回复type的HP和攻击力2.1倍 目光十字消除,攻击力3倍 一刚不加成 唉,看到这个2.1倍啊 就觉得想这个队长技的人在干嘛啊 2.1这个数字也太难看了 而且啊,十字消除的队长 又没有减伤 总觉得直接给到2.5倍还比较好 不过就算是2.5倍啦 应该也没有人想要当队长 觉醒有SB加3秒手指 追打防按L字减伤解锁 超觉醒可以选SB加封条和防防 觉醒蛮棒的 4SB可以补追打和大耐性 那CD短呢,可以拿来计程延迟或加速 感觉啊,如果没有需要使用到Magi的话 就是他的攻击性能 应该Ruxia拿也可以用 不过现在因为有大版面的配置 所以Magi在福祉队伍里面 嗯,我觉得也很难被拆掉啦 如果本来就已经有上位的版本 感觉这个形态不见得说一定会用到 是觉得这个上修 出的有点晚了 如果能够在合作之前啊,公开的话 那可能会是目属性队伍里面 蛮必要的角色之一也说不定 角色介绍完了 那也顺便说一下 这一次的进化需要打到特定的C时 才能够进化 意思是就是要看脸啦 不能直接转身 所以想要进化的玩家 需要等到19号的当天 打完关卡才有机会 好的,简短的情报提供给大家 那今天的影片在这边告个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